大家好,我是文九 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 第四年生的主干线桃树 包括咱们第四年生的桃树 怎样进行下检 大家也能明显的看得出来 第四年的树就比咱们第六年的树 生长是多少比较偏旺一点 有些下段这些牵着枝上 包括顶端 各别的会出现一些牵旺枝 它的修剪和第六年生的主干线桃树 就又不一样了 因为它的挂果量不一样 去年是第三年生长 挂果量控制在40个左右 在生长果子同时呢 它的这个树干的粗度也会再增加 所以今年呢 它的挂果量可以达到蜂蝉 70个甚至就说是50斤 都是可以的 咱们这个品种呢 是一个大型果子 所以咱们不需要让它挂果量太多了 太多了 果子会出现小果 达不到咱们想要的这个品质 第四年生的主干线桃树 包括咱们一些堪性的桃树 基本上它的挂果量呢 就能达到蜂蝉状了 但是呢 它的粗度 那由于它的粗度不够 承载力不够 可能会结果量比较少 第三年的时候 挂果量控制在40个左右 不管它的粗度还是它的这个国品质量都比较良好 如果要长多了 咱们这个中心干是比较偏细一点的 存在力也不是很好 现在咱们看一下第四年生的主干线桃树 咱们需要怎样进行修剪呢 于第四年生的桃树 不管是堪性的 主干性的 还是歪子型的 咱们怎么修剪呢 首先就把一些控制 前端已经没果子了 咱们把这些控制 这是一个控制 在桃子前端的一个新梢留下 在前端给它进行一下修剪 这些果子咱们肯定要输除一下的 还没有蔬果呢 对于一些个别前往之 咱们还是给它刘牙修剪的 刘牙修剪了 这些新梢咱们也需要给它进行一下修剪 也就是说过于前往的 咱们进行一下修剪就可以了 不是很前往的那些 咱们就不需要再给它去修剪 如果修剪了 然后果子的抑制 果子的抑制 它这个蒙发新梢呢 它再次蒙发新梢 就比较缓慢 甚至又不蒙发 因为它的营养输送呢 是比较少的 这些 偏强望的这些 咱们进行一下修剪 一般结果这条上 所蒙发的这些新梢呢 这些小一点的新梢 咱们就不需要再给它剪了 不需要给它剪了 像这种强望的 咱们给它剪一下修剪 如果在主干上遇到这些 比较偏弱的这条 它还是从这往上涨 咱们就直接给它拧支 拧支就可以了 像这些强望的 直接给它修剪 这样呢 也就比较通风透光了 像这种 强望的 也进行输除 空枝 前面的空枝 牵着枝上 出现的这些新梢呢 是比较多的 因为它是平面生长 所以牵着枝上的这条呢 咱们也需要给它去剪一剪 像这种 比咱们通常中庸的这条 要粗壮很多 怎么剪 咱们如果留两个芽子 过几天呢 它再蒙翻两个芽子 也是比较快的 也是比较偏强望的 咱们怎么剪 几步这些芽子 几步这些叶片呢 它是没有芽子的 咱们不算数 不算几步这几个叶片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留一个背线芽子 给它剪了 剪的时候 然后呢 其实随着剪的时候 咱们需要把 剪的时候 咱们需要把 这两片叶子 给它打掉 为什么要打掉叶子呢 如果咱们 不打掉这个叶子 或者说 咱们把这个叶丶也剥了 剥叶丶以后 这个地方出芽 比较慢 甚至于不出芽 然后咱们呢 留着叶丶 叶子打掉 就是为了削弱 它的生长室 叶片 它萌芽率比较慢 然后促使咱们这些中下端 来萌芽 如果咱们不打掉这些叶片呢 它萌芽比较快 可能 积不这两个芽子 它就不出芽了 这样呢 过几天 会出五个新烧 出五个新烧的时候 一个强望枝的位置 生出五个新的侧生枝 分散营养 生长五个新烧的同时呢 总比生长两个新烧 要偏细弱一点 咱们更有利于 形成明年的结果汁 如果咱们长出两个这个新烧呢 它比较强望 甚至于到秋天以后 比咱们现有的这个新烧 还有粗壮 并不是良好的结果汁 所以咱们只能这样 分散营养 再生的这个枝条呢 长到30公分的时候 咱们就开始化控 化控以后 总归五个 有两个是比较偏弱的 良好结果汁条 等到了冬季的时候 咱们在这儿回检 建以后呢 留下一个良好的结果汁条 然后咱们左侧这个呢 咱们剩下的这个 肌部这个 可以留两个芽子 给它进行修剪 就培养了 再现眼的结果汁条 所以过于强望的这种呢 咱们留五个芽子 必须要把前端两个叶片 给它掐了 或者剪了 这道工作呢 并不是很麻烦 咱们剪完以后 随着就剪了它 包括像这种 比较强望的 咱们也是这样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留五个随着 随着这个一剪它 前端一剪 有一些过于粗壮的结果汁条 它也下垂了 生长是也可以 桃子生长的也不小 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背上冒了这么多心烧 怎么办呢 咱们留了两侧的 这种中庸偏细续的 这种结果汁条 把背上的 把背上的留两个芽子 给它剪了 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过几天呢 再生这条的时候 咱们需要化控 最低四年生的桃树 葛别的还是比较偏强望一点的 咱们还是需要给它进行一下修剪 修剪呢 也不太一样 像这种空枝 前面就是空枝 咱们直接给它剪了 不要 在桃子前端 留两个芽子 就可以了 这种极不萌发的这些心烧 像这种 这个呢 也算是过于强望的 咱们可以多给它留两个芽子 把叶片给它打一下 就可以了 细的 留俩芽 粗的 留五个芽子 进一下修剪 就可以了 在修剪的时候 大家呢 尽量自己做一下记录 然后是哪一天修剪的 修剪完了以后 它这个生长室是怎么样的 可以咱们自己也能摸索一下 它桃树的规律 还有就是不同品种 它的生长室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 咱们自己一定要把树 抓清它的规律 然后再进行管理 是比较方便的 像这种结果枝条 把这些背上的给它剪一下 就可以 因为这些背上枝条呢 咱们是不需要让它形成明年的结果枝 这只是一些抚养枝 咱们需要基部的一些新梢枝条 不需要前端的新梢枝条 前端的新梢枝条呢 过于强望的 咱们还是需要去掉的 一些空枝 前端的一些空枝 也是需要去掉的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种 基部芽子呢 没有长 长了 长了一个小芽子 然后前端的比较旺 这样呢 咱们也给它 咱们这样也给它 回剪一下 这些桃子肯定要梳一梳的 咱们留一个果子就可以了 这是 这是咱们的580品种 是一个大型果 所以咱们不能让它长的果子太多了 今天呢 有位大哥问我说 有人说 不能留背上的这个结果枝条 来进行结果 为什么呢 只能说留两侧的 不能留背下的 不能留背下的 不能留背上的 来进行结果 咱们如果没有两侧的 就只能留背上的 或留背下的 但是背上背下的 背上的 留一些偏弱的 背下的 可以留一些偏强旺的 因为背下的生长式 要比背上的要弱 咱们要考虑到 后期咱们这个桃树的生长式 像这种结果这条 像这种结果这条 就特别的好 然后鸡布芽子也长出来了 像这棵树呢 它的生长式就比较偏弱 这些结果这条呢 全部都下垂了 全部都下垂生长了 都这样了 有一些树呢 它的 它的这个长枝缓放的 这个表现特别的好 第四年生的桃树 一般都能达到风产状了 尤其是主干性桃树 主干性桃树的优势 就是风产坏 结果早 第四年 基本上都能达到 长枝缓放 然后下垂以后呢 它的这个生长式 并不是很强旺 多以生殖生长为主 很明显看得出来 咱们这个桃树呢 也没有画空 因为它这个叶片呢 是比较舒展的 如果通过画空以后 这个叶片 是比较波纹的那种 它是不一样的 尽量还是以果压灌 用树自身的规律 来抑制它的旺长 第四年生的树 也就是把一些 隔别强旺枝 留五个芽子 前段叶片 给它进行一下修剪 如果中庸的一些枝条呢 咱们还是留两个芽子 像内藏一些小枝 咱们就不需要再进行修剪了 因为修剪以后 可能造成它不蒙芽 只有芽子 但是它不出芽 还是因为营养输送不够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东西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极果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